俩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数日康复 我舅舅和舅妈都是武汉的医生 因不知道疫情真相 参加聚餐和打麻将 1月23号发现开始发烧 他俩得了武汉肺炎非常严重 居住北美的张先生对记者说 一下是张先生讲述的这段经历 舅舅的无奈 2020年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 海外已经有报道说武汉有疫情了 我很关心在武汉的我舅舅一家 就打电话给他们 要他们注意并要存点食品 还转发了一些海外的报道给他 我舅舅当时叫我不要听造谣 武汉没事 谁知到了年初期1月31号 他发了个视频通话给我 看上去非常的虚弱和无奈 好像跟我要做临终告别一样 非常沮丧的样子 舅舅说 武汉封城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到处去参加聚餐和打麻将 1月23号封城后 我们俩发现开始发烧了 因为舅舅和舅妈都是医生 就自己在家互相打退烧针 打了一个星期 情况越来越严重 喉咙也肿了 口腔溃疡很厉害 但烧还是没退 他说觉得自己已经没救了 我说 舅舅 我有让您报名的秘诀 他振作了一下 赶紧问 是什么 我说 请诚心念 我告诉过你的九字真言 他马上就生气地说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说这个 你要说这个我就挂电话了啊 我读大学时开始修炼法轮功 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 我被学校无理开除了 后来从其他国家辗转来到了北美 我的舅舅一直不理解 我为什么为了信仰 什么都可以不要 他也知道共产党不好 也做了三退 但就是每次跟他提法轮功 他都抵触 但是我非常关心他 我不想他挂电话 就跟他说 那好吧 我就告诉你另一个办法吧 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说有效 就是去买大蒜 煮水喝 他说好 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 他又打电话过来 说试过了 没效 还说 看来自己是不行了 绝望中的希望 我看他那么无奈和沮丧的样子 就跟他说 你也知道 我练法轮功这么多年 我的身体非常健康 一点问题都没有 现在这个肺炎 你也知道是没药可治的 武汉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你要发财 我没办法 要升官 我没有办法 但保平安 保命 我有办法 就看你愿不愿意试 他沉思了一下 说 那我问你一下 你修炼法轮功后 得到了什么好处 我说 我得到了身体的健康 他停了一下说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 我说 你现在开始诚心地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这九个字 喊出来也行 说出来也行 若有效果了 您再告诉我好不好 他说了声好 就挂了电话 晚上我打过去 是他那边的早上 我问 你现在什么情况 他说 我昨晚念了 我自从发烧以来都失眠 压力很大 我昨晚念着念着就睡着了 我终于能睡觉了 看来是有效果了 诚心就能体会神奇 看到舅舅的诚心 我就继续跟他说 您看 有效果了吧 我再告诉您一个办法 就可以把您的情况扭转过来 就看您信不信 舅舅急忙说 你快说 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 我说 就是练法轮功 为什么这个能帮您 告诉您一个道理 你是西医 知道病毒没有特效药 但按中医来讲 您为什么感染上病毒了 是因为你阳气不足 阳气不足就是正气不足 正气不足 你的体质就差 就没抵抗力 杀死那个病毒 瘟疫就是不好的邪气 你只要把你的阳气 充足起来 就能把这个邪气给震住 你的症状就能改变过来 他听进去了 他问 那我怎么做 我说 您等着 我把法轮功的 第一套功法的视频发给你 第一套功法叫 佛展牵手法 会非常迅速地 把你的百脉给打通 你身上的正气就会上升 到了晚上 他那边是早上 舅舅突然发了个语音给我 明明啊 舅舅好了 舅舅好了 太神奇了呀 真的是奇迹呀 就一个晚上啊 我就完全退烧了 三十六度五 真的是彻底好了 以前这个腿都是冷冰冰的 现在都是暖乎乎的呀 以前眼睛看东西都是模糊的 现在看得非常清楚 真的是脱胎换骨啊 真的非常谢谢你 我要赶紧去告诉你舅妈 顽固的舅妈也好了 舅妈是个脾气暴躁 什么都不相信的人 舅舅在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的那个晚上 他不愿意跟着坐 后来他因为状况严重 就被送医院去了 很快就确诊了 是武汉肺炎 当他看到舅舅好了后 他说 真神奇呀 他也就开始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后来舅舅去教他第一套功法 马上就好多了 但他还是不相信 有时练一会儿就停了 不想坚持 他说太热了 不敢练下去 他还没明白 是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 舅舅跟我说 后来出现了这种情况 只要他练 他的烧就退 他不练 烧就高上去 后来他坚持下来了 也很快就好了 从医院回家了 舅舅说 这个功法 我一定会好好练下去 叩谢厉大师 救命之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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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